大家好,我是燕子 每天更新一道菜 今天用带鱼做好吃的 先把洗干净的带鱼段两面划几刀 像这样都划几刀,方便入味 但是不要把鱼骨切断了 再切成两段,粥入碗中 切一些葱段和姜丝 放入带鱼碗中 再加适量料酒和盐 抓捏均匀,腌制30分钟 趁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些配料 把姜切成片,再切成丝 再剁成姜末 蒜粒切成片 再剁成蒜末 小米椒切圈 再剁碎 大红椒去地去籽 切成丝,再切碎备用 锅烧热后倒油 加入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再把姜末蒜末,蒜末,辣椒碎都加进来 炒出香味后再盛出来装盘备用 接着把腌好的带鱼摆入盘中 淋上一点啤酒 铺上炒好的辣椒酱 锅里倒入适量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把带鱼放进来 大火蒸10分钟 时间到取出来 撒上一些葱末 香蓬蓬的酱椒蒸带鱼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简单 这样做没有一点鱼腥味 带鱼也非常入味 上面的辣椒用来拌面也非常美味 如果你也喜欢就试试吧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每日为您更新一道菜 欢迎订阅 快 Tous